来关新间政坛的最新消息 在江内阁为败选总辞之后 新格魁确认是由副院长毛治国出任 多数的阁员会留任 而马总统找来资历丰富的毛治国 打出的是稳定牌 但是有不少的立委却是非常的反对 因为先前呼声很高的郝龙斌 跟央行总裁彭淮南 等于直接就被打枪了 而总统对行政权显然还是有自己的坚持 前年才拍完毕业照 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现在已经有了新工作 传出总统已经拍板 毛治国接棒行政院长 毛治国曾经担任交通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资历丰富 跟马总统还有30年交情 辅方打稳定牌 希望透过毛治国跟马总统的好默契 先hold住战局 不过在立委眼中却不是一张好牌 辅方释放毛治国阻隔的讯息 等于直接打枪先前传出呼声很高的郝龙斌 还有35位兰尾联署支持彭淮南的心意 总统对行政权显然还有自己的坚持 但却离改革又远了一步 记者送好了